SUM 李承保證 我承諾 哈囉大家好 我是金豪華汽車的小黑 那 很多人在買車的時候 他可能最近人越來越傾向於 花國產的價格 就想要買到那種進口的 賓士小車 那我今天就介紹我右手邊這台 賓士NM A180 那這台車是2017年型式的 小改款過後的車型 改款之後改成這種 鑽石行水箱護照 大概看到這個 再來就是大燈也做了全方位的升級 從原本的HID頭燈 改成現在全車系 都是LED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東西都已經改成 霧面熏黑的 那在帶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連鋁圈的部分 這個都改成AMG的鋁圈了 這個應該 應該是 車主自己選的啦 因為我記得原廠不是這咖鋁圈 那再來就是一樣 LED的這個 後照鏡方向指示燈 那最後呢我們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來首先 攝影師幫我稍微帶一下 尾燈呢這也很重要 小改款之前的A180 它是一個 比較圓的尾燈 然後它的那個LED的尾燈是一個 圓圈圈 那小改款之後的辨識度變得更高 也變得更有質感更漂亮 因為它現在就是變成這種 類似像箭頭型的後尾燈 然後內裝呢 後面的後車廂 大小也都一模一樣 那我一直以來 有在關注我們今後 或是有看我影片的人 應該都知道說 我在介紹五門車的時候 我都會跟我的客人講 其實五門先輩的後車廂啊 大小都差不多 那唯獨最大的差異就是它的後廂啊 它大部分歐系車呢 都會給你補胎劑或打氣劑 畫面可以幫我帶一下 後廂大概就這麼大 一樣有六四分離的椅背傾倒 如果你單純是想要選代步車呢 這種車型的大小可能很適合你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內裝的空間 好 然後我們採工那邊有跟我說 其實這台車啊 有選配一個 之前大家沒注意到的地方 就是這台車 是有導航的 有沒有啊 這打開了 然後原本的賓士這個螢幕啊 不是觸控啊 但進入導航介面之後呢 這個畫面就會變成是觸控的 包含一樣就是可以自己再去點 一樣搜尋目的地啊 找地址啊相關的 都還是可以用 那這個就是 之前做加選配的 那其實我個人覺得啊 最重要就是有Apple CarPlay 那如果你今天是安卓手機的也不擔心 那像剛剛該有的導航也有 然後車輛的部分其實也是有藍牙音訊的 所以你也完全都不用擔心 雙區域的橫溫空調 這個不選一定沒有 通常是這邊是風量 然後這邊是那個溫度的調整 好 那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最後我們來分享一下引擎室的部分 好 最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台車的引擎室 首先 它畫面上可以看到 有點髒 但是這個髒代表什麼 這台車 其實我每才剛收回來而已 那 剛畫面上看到的內裝狀況 或者是外觀狀況 就是原汁原味 也就是說 來現在畫面上幫我看 引擎室的部分 有一些些許的灰塵 但是 我跟客人講 當你們今天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你們更應該知道說 如果有在喜歡看YouTube影片 像這種車是最好分辨一台車 車況好不好的 一個關鍵 為什麼 因為沒被車商整理過 那引擎室的部分大部分是這樣 那我們目前這台車正在帶整備 那最後跟大家做一個總結 這台車呢 是2017年的賓士A180 小改款的 AMG的 那大致上這車況是這樣 如果對我們車有興趣的朋友呢 歡迎來找我們金豪華汽車賞車 我是金豪華汽車業務小黑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實在就是SUM